大家好 今天天氣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轉勤回溫 到週末請大家好好把握 第二個 假禮拜呢 整個從禮拜天下半天到下禮拜 整個禮拜都會轉為溫度大幅度的下滑 有機會接近到冷氣團的水準 但是溫差跟這幾天相比是比較大的 請大家多注意 預計北緬颱風接近到菲律賓過程當中 禮拜二 三 四 接近之後 三 四 五之後水氣會明顯北上 請大家多留意了 為什麼會回溫呢 這個就是太平洋高壓 大陸高壓 明顯的冬移整個環境面前吹東風 所以溫度要回溫轉勤了 天氣還不錯 請大家好好把握 北緬颱風現在還沒有變成強烈颱風 還在消耗漲漲 但是預期在往西的過程當中 還有機會會增強 會不會接近強烈颱風 就是我們未來關注的焦點 不排除有這個機會 但是最關鍵的就是說 它經過到菲律賓旅宋島的時候 可能是在南邊的島嶼 它的整個態勢會明顯的減弱 但是它的水氣會明顯的往北飄 這個時候對我們台灣附近的水氣就明顯增多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下禮拜三四五的變化 當颱風進入到南海之後 整個水氣會隨著整個大環境明顯往北台 北邊台灣附近的水氣都明顯增多了 所以三四五左右台灣附近的水都明顯增多 這會轉為東北風溫度下滑又有水氣 這個濕冷的感覺在東北部甚至中南部都有下雨的機會 這個就是我們密切要關注的焦點 那這一波的降溫其實這兩天倒不是很多 大概位於在長江流域附近 但是未來下禮拜 這個週日開始到下禮拜整個時間 有沒有看到冷空氣都衝到整個中國南方了 台灣的北邊這邊 預計我們溫度真的會接近到冷氣團的水準 冷氣團一般來說的話是14度 可是就是45度那個邊緣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當心 這個溫度下滑會很有感 特別伴隨著水氣會變得濕冷 請北部的朋友 東半部的朋友 中南部也要注意 這也是今年到目前為止最強的一波 那這幾天要注意降雨 明天開始轉為偏東風 所以宜蘭還有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西半部非常的晴朗 好好把握 禮拜天下半天開始 東北風下來配合上有一些東北風的水氣 所以北部還有東半部變成典型冬季的形態 預計會持續好幾天 那下禮拜三四五之後水氣整個都會變多 會怎麼樣就要看大時後的情境而定了 我們要特別注意 所以請大家特別注意喔 這幾天一定要注意 家裡面年長者的健康 從禮拜天禮拜一禮拜二都要密切注意 最重要的是把握這兩天的好天氣 趕快把冬天的衣服拿出來 現在下禮拜都用得到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好看 字幕志 applic快樂 最後一日 小明星